基本上每一天我们都会考虑 去哪里吃饭那种问题 在这边 就是有个理想 想有一家餐厅可以自己吃 跟朋友吃 味道很好 最重要的是健康 所以我们在这边 餐厅经营起来 菜品跟服务真的是很重要的 首先是菜品的味道和品质 我是属于采购 然后厨房是专门有派人员过来收购 然后财务专门会派人员过来 验树 看树 一个图番是看货品 财务是看数据 那包括像提到的 这个有机的蔬菜 包括我们自己种植的 有机的香料 还有就是我们进口的 这种没有污染的这种海鲜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最有诚意奉献给我们客户的 因为食品和服务行业 它最主要的核心元素 就是食材和人 投资到员工身上面 一些适合的员工身上面 一样的 这个外国人做一个我们的四川菜 他没来过四川见过 见吃过这个皮线豆浆 他不够自我做食材和食材 是这个意思 你针对现在这种城市 天气阳雾霾各种食材安全 一系列的这种类型 小尼文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美好的香味 其实这个门口的设计已经是有一些 很新鲜的梳果放在门口 好像在市场的环境 这个名字其实是我想出来的 Marcher 这个字是一个法语 那它是一个市场的感觉 市场里面你可以买到食物 你一路走上来的时候 有餐厅 你就会知道 你会感受到很新鲜 很原生的 功能性的方面我们是做很多的 可是在设计方面 我敢说我们给了设计是99%的自由度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最好的 我可以推荐给我们的朋友 我都蛮开心 现在我可以推荐给我不认识的客人 你说这个事情有多过瘾